那么镜头看到了台北市信义区的天坑 现在呢是还在持续进行地下的地下水填补作业 稍早的时候有住户回来帮住院的母亲拿药品还有生活用品 两名园警看到之后就怕发生危险赶紧上前协助 详细情形马上连线记者吴玉雅 好主要观众目前我们还在台北市信义区天坑的现场 可以看到呢现在还持续的进行回填地下水 以及稳定地基的作业 而刚刚有一名男性住户呢 他是回到了住家要来帮生病住院的妈妈拿纸尿布 跟一些相关的药品还有生活用品 还到了楼上呢去看一些掉落的门窗 把他们重新装上去 就是怕避免一个灰尘又进到家里面 我们来看一段稍扫画面 还不错还可以 目前驱风可能有跟你们做的 有有有副市长他们都有来 他们很担心之后家里会被鉴定的 嗯不曉得就看见他们怎么处理 就希望建上这边怎么处理 看他们有没有诚意啊 我不知道 都被破坏了 好那其实都发局早上的时候是有说呢 现在还是持续的进行管制当中 除了施工人员以外 住户也是不可以进去的 到了两天之后地基比较稳了 才可以有人来陪同进去到屋子里面 来拿一些相关的行李等用品 但如果这段期间真的有迫切需求的话 还是可以跟相关单位来说一声 由他们协助住户一起上楼 千万不要擅自闯进去 因为虽然现在地基其实是趋于稳定的 但还是怕发生危险 这样子做也会比较安全 以上是最近情形 再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 那么今天其实已经是台北市新一区 工地天坑事件的第二天了 台北市长蒋万安是亲自探视受灾户 马上交给现场记者庄凯宇 接60项工地旁的巷道 因为地层下线出现巨大坑洞 现场撤离了7户住户和10位民众 目前呢紧急安置在新域区的旅馆 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也亲自到旅馆探视安置户 而关于住户最关心重返家园的时间 他承诺是否会做详细的地层评估 并请技师做房屋鉴定后才让民众回家 另外呢蒋万安也在脸书上指出 面对突发的意外 他有责任接住市民的无助 早亲自到旅馆探视安置户 也发放慰问金还有送康乃兴 另外也报告了工程抢修的进度 目前已经填平塌陷的路面 并持续灌水来维持地下水位稳定 昨天已经责城局处 针对全市的工地清查 目前建筑工地正在开挖 间断的有102件 将由三大专业工会逐案现场勘查 会在一周内完成检查 如果有安全疑虑就会下令停工 以上文林讲话消息 那我们持续关注 这个房屋受到影响 暂时无法居住的住户 一共是有10人 每天1600的安置费用 只能够领7天 驱公所的人员以及市府人员 现在就协调 超出的费用将由营造商 华雄建设来负责 但是除了天坑就在家门前的这几户 其实邻近的房屋也有受损 住户现在也跟厂商进行协商 现在这个厂商是初步承诺 住户会负责维修还有赔偿 家门前出现天坑 事发将近一天 虽然已经填平 但家还不能住 住户只能持续在旅馆安置 一大早区公所人员和议员 以及建管处等单位回到现场勘查 也持续关心受宅户 需要安置的住户 一共是有五户 那我们这边撤出去的是有七户 安置了五户 那一共是十位 一天每个人是一千六 那最高可以请领到七天 那如果是超过的部分 我们到时候会跟厂商这一边 会跟他们沟通 他们也有承诺说 这个超出的部分会由他们来负担 受在住户何时才能回家 还是未知数还得继续住在旅馆里 但受到影响的不止这五户 除了天坑就在家门口的三户 透天错之外 其实邻近的住家也受害 我们带你来看 来到后方厕所就可以看到 其实是整个墙面都有军列的情况 并且是裂缝越来越大 建商也承诺后续会提供邻近住家 同样赔偿 受害房屋有多少户还在清查 住户说建商目前有初步关心 但至于赔偿细节还要继续等 因为天坑周边的房屋 屋龄比较高受损情况也比较严重 万一成了围楼最严重 恐怕要拆除重建 营造商要罚多少还无法估算 但先遭到开罚 发生意外的工地 2020年取得建造之后 就开始新建洞工 将建造地下四层 地上十七层的建筑 营造商是华雄建设 没想到这回发生意外 也被市府开罚九万元 日商华雄建设在台湾创立五十年 台北101桃珠影园 星光摩天大楼和雪山隧道 都是代表座 还有高科技厂房 水库和高尔夫球场 但这回新一区建案出现天坑 在台湾深耕半世纪的营造商 发生天坑意外 虽然没有传出伤亡 是不幸中的大幸 但建造过程中哪里出问题 恐怕也将面临究责 TVBS新闻综合报导 那么同样也要协调的部分 来看到了政坛焦点 国民党的总统提名 征询作业 是已经进入到了 最后的收尾阶段 在近日的时候 党中央也一一的 向党内的立委了解支持的意向 有一度传出挺猴的人 立委是多于挺郭的 但是立委陈运真就主动透露 根据他自己做的调查 结果是恰恰相反 国民党的初选 这大家都很优秀 挺郭比较多还是挺郭 我们都一起努力 来 总统提名 征询作业要收尾 但心中理想人选是谁 怎么问就是不回 反观旁边这一位 我当然觉得 那个 台湾拉明是最好的 尽管一般认为 党内立委多倾向 猴这边 垂涎却透露 自己私下 做了田野调查 支持郭台铭的立委 有多达16位 挺猴的 仅13位 只是盘点台面上 真的挺郭的 除了自己 似乎也只剩立委 傅昆齐 吴思怀与 林思敏 对自己问到的结果 深信不疑 但还有谁 是这16人之一 拿来的挺郭 16立委 暂时无解 倒是有党内人士 先把丑话说在前 表示若17日 党中央征兆的 不是新北市长 侯友宜 就要逼宫 对党主席朱立伦 发动罢免 其实现在党内的 整个氛围 都是团结一致 呼吁有心人士 无论挺谁 都不要放话 破坏团结 三零五声 别想破坏团结 更何况 要怎么把主席罢免 党章里面 并未授权 TVBH 李明辉峰 台北报道 到底谁出现呢 国民党预计将会 在17号的时候 中常会上 通过征招 总统候选人 但是呢 在今天中午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就临时邀请了 中常委来进行参序 马上连线记者叶峰伟 好 国民党的2014 总统人选 即将在5月17号 周三的时候来出现 而今天呢 欢迎参谈人郭台铭 也临时的来宴请 国民党的中常委 来聊聊 关于党务的一些事情 不过呢 其实其中 有一个人在现场 他并不是中常委 而是一直以来 都支持 郭台铭的立委 陈玉珍 而刚才在里面 谈了一些什么事情 他也来还原了一下 马上来听 议会今天大概 我们有相当多的中常委 那大家有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这个 郭董事长是最适合 被国民党征召的人选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3月22号 中常会所通过的 授权朱主席的是 征召的方式 就是说 要采用哪一种方式 来提出这个候选人 就是用征召 至于他所提出 征召的人选 那当然还是要经过 我们党内的最高权力 就有中常会来通过 所以那天还要取得 我们所有中常委的共识 有非常多的中常委 事实上是 应该我们也初步的统计下 应该是有 至少过班数以上的中常委 是支持郭台铭 被振招为候选 那么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同样也是行程满岛 今天一早是到了新竹 跟新竹市长高鸿安 来参加御佛大典 高鸿安就说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跟柯文哲会不会合作 是两个党的事情 反而是柯文哲提到了 民进党批评郭台铭的 和平宣言 是无视主流民意 再呛民进党 现在主流民意是什么 难道是跟中共开战吗 要计划心灵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参加新竹慈祭 御佛大典 想图个六根亲近 一听到民众党批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的 和平宣言 无视主流民意 就破功 柯文哲再开呛 只是郭台铭的和平宣言 不但主张 在一中各表的基础下 还提到对岸本就该两岸一家亲 同为中国人 挺不挺柯文哲不表态 一个碗敲不响 一贯主张 两岸要对话 得先互相谅解 只是柯文哲没要出席晚上台北预佛跟蓝绿政治咖 强碰 反而选择一早到新竹同框新竹市长高鸿安 但几天前郭台铭才来合体 难道是在宣示高鸿安跟自己也同阵线 柯董在争取的是国民党的提名 所以我觉得在两个党不同的情况下 其实在这个联手的部分 可能还是要看两个党的主席 怎么样来做决定 这个可能大人的事情 我们真的身为一个新竹市长 可能比较难去智慧 如果规则不清楚 那就预告天下大乱 柯妈还主着拐杖 柯爸刚出院 柯文哲代替爸妈来预佛 顺势同台高鸿安 嘴上说的不为难 透露的是背后的政治拉锯 TVBS新闻 刘宜君审视迷离品 台北新竹采访报道 讲到中共 由一名杨小姐 她年初的时候在成品买书 购买了一本叫做 阿贡打来怎么办的书 那日前却接到了不明来电 没想到是自称书局市场调查员的人 要了解她为何购买敏感的书籍 让她直呼成品书店各资外泄 让阿贡真的打来了 这好像跟一般的诈骗电话不一样 她真的很认真的想要知道 我到底在想什么 新年初在成品买了一本新书 名为阿贡打来怎么办 没想到阿贡真的打来了 就是从来没有听过 有这种书局还会打回来 有这种售后服务 然后他就说 因为你买了这本书很敏感 然后你这个内容是不恰当的 觉得实在太莫名 杨小姐赶紧找令智手机把过程录音录下来 因为现在中国方面他们第一次接力是很强的 我们台湾这边就根本就抵挡不住他们的进攻 真的哦 可是这本书就是在讲说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的军事实力是... 这任期两岸据事实力 这所谓的市场调查员还提及身份认同问题 台湾本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里面的话就是说 就算你主张主张才也是中国人 没有啦台湾自己是一个国家 怎么会是中国人 那你这种看法 我就觉得不行啦 是这样子的 我们台湾岛内 但是我们是国民党这边 它是会比较 跟大陆那边会比较好 但是民进党那边 如果民进党再继续当政的话 那中国肯定会无统 虽说并非诈财 但尽是来思想审查 同批成品个资外泄 更被不肖人士如此使用 他现在是打给阿贡打来了的读者 他以后可能会打给大江大海的读者 那打给这样子的读者之后 这样子洗脑的文宣 这样子洗脑的讯息 会不会入脑入心 这次全兵表示将持续强化自安防护 并定期提醒顾客感谢外界指教 不过对岸的动作近期在天一桩 马祖防卫部13日傍晚 在营外道路拾货气球残体 初步研判为气象探测仪器 以由相关部门收存 并进一步见识处理 对岸动作评评 我方不能答应 TVBS新闻聊广宾 刘婷婷特报道 今天是母亲节 母亲节这天不少家庭会团圆来庆祝 但是前提家庭没有办法 前总统陈水扁是每天在YT上开直播 在母亲节这天找来了妻子吴淑珍 来上节目 弥补陈志忠日前入狱服刑 无法一家人团聚的缺憾 前总统陈水扁每天在YT直播 母亲节这天找妻子吴淑珍 当特别来宾 我老婆对我的家庭就是说 不能看 担人家没去 所以我老婆 我妈妈在这个高楼下 所以我妈妈对我家的 所有人都很好 对三家人我妈妈都很好 广播节目中陈水扁找吴淑珍 唱谈当年恋爱史 婚后两人却常常吵架 这家关系一回事 没问题 你像这关系最后 回来你还要拍一张 因为我的人 有点心情感 我没想到你有耐性 所以我脾气不好 脾气我开花了 就去到达 结婚照片就要吃错 前第一家庭夫妻吵架 也是吵到要撕婚纱照 这些都是家务事 面对外界攻击 口径倒是很一致 你一句话我们就减半 所以八年 起乎减了 差不多四五千万 减了四五千万的时候 我们就说 你这样 你是在起庭 不是在偷 想扭钱 其实我们在财务 也没有财四五千万 对啊 你做入书里就这么贪钱 对啊 对啊 你为了就不用贪钱 就算你了 今年母亲节对前第一家庭来说很不一样 陈志忠前几天才入狱服刑 一家人没有办法团聚 前总统夫妇在母亲节这天唱谈 广播内容 爆点连连 TVBS新闻台北综合报导 还记得台南市是发生了三岁女童 在斑马线上哀壮不治事故 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 而在母亲节的这天 台南市民众是自发性的 在车祸现场发动了 撑起行人的保护伞快闪行动 大约是有两三百人穿着黑衣服 撑着黑伞在斑马线上绕行十分钟 而同时台北等四都也同步快闪 期盼唤醒大众终结行人地狱 两三百人身穿黑衣 右手撑伞左手持花 在三岁女童车祸的路口绕行 选的就是女童这个月八号 哀壮的时间上午九点钟 民众反应热烈 不少人就带着自己的孩子 前来参加 有时候很长我们已经出来了 那些人看到我们要过马路了 但是不会让我们 希望所有的行人用路人都是安全的 民众自发的快闪行动 悼念年仅三岁的小妹妹之外 也期盼终结行人地狱 不要再有不幸发生 就连瑞典人都前来响应 在台湾的这种时商率实在太高了 我觉得真的需要在整个教育上 跟整个道路设计上面 因为需要全面的提升 撑起行人保护伞快闪 除了台南市之外 台北 新北 台中 高雄都同步 选在传出行人罹难的路口举行 百万网红也预告八月底的大游行活动 不舍女童由妈妈牵着过马路上命 13号晚上 城隍庙为夜巡文化祭做准备 大厦轿子也无预警到达 为女童举行入计 引起民众围观 分隔岛上一样摆满民众的哀思与祝福 庙方说以女童跟得上的速度缓慢前进 要把她引领到城隍庙 暂且安顿 交通局表示 对于行人的保障 行人专用十项效果最好 台南市政府全面盘点 发现目前已经有42处 行人专用十项路口 安全起见旧城区内 决定针对邻近学校 观光景点及市场 商圈周边的15处路口 优先设置 预计6月底前全部完成